hello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那今天 八月九號礼拜一 一個禮拜的開始 那個國中生學好 diplom il 找我PK 好剛好我會把我覺得這個 長嬢 等一下等下 好好好 我剛好也把長嬢化身了覺醒 可以 要搞出來 所以我也可以 拿他當我的 snap 抱抱抱抱抱抱抱 哎等一下 像鼻舞場不錯 好好好 好,我換一下線啦 我現在比武場不錯,可以直接換線 不用像以前一樣,就是你要離開比武場 才可以換線 OK,好,那我們可以看到葛東盛小貓在這邊 我先把小貓收起來好了 我先把小貓收起來 好,目前啦 等一下我先 我怕他待會會打我齁 我目前 這樣化身的話,這個5技風作啊 這個風的機率非常高啊 給各位朋友看一下,這個風的機率在這邊 在這邊,5技風作機率的話高達 欸,我現在沒有化身了 化身不見了 金秀型也來了 好,這個高達51% 他剛剛說什麼爛傷害 好像應該是黃蓋化身,黃蓋化身 姐弟,你先安靜,你先安靜 你先安靜喔,我叫你早幾節玩,你都不要 在這邊5技風作,5技風作的話 基礎傷害是這個5525 然後這個命中率後51%非常高,非常高 OK 他稱號不錯耶,忘記洗手的許浩呆 好,這個稱號蠻漂亮的 好,那金秀賢的話,他已經有拿到這個 盛奇傳令兵的稱號了 這個 稱號蠻補的啊,就是這個 寶庫兌換第一個可以換的 所以各位朋友如果說你們有這個 炎無苦福的話,先留著 先換一下這個盛奇傳令兵 不一定要先轉 這個加速子算蠻不錯的 我給各位朋友看一下 等一下他說打我兵吧 我先給各位朋友看一下好了 稱號稱號 好,我記得在第 第3,這邊 武力加3,體魄加3,反應加3,這些加3,同一加3 火防跟水防,各加1% OK 好了,那我現在要來封他了 要來封他了 許浩呆 他希望我封他 還要用冰寶打他 金秀賢 哎呀 哎呀 哎呀,你不要用我啦 哎呀,你多多 好,我幫你打開 沒有沒有沒有,我可以可以用我 我拿給我拿給我拿給你 好,可以了可以可以了 讓爸爸玩一下,爸爸一整天就玩那幾分鐘而已 你讓我玩一下好不好 你一整天都黏在我身上都根本沒辦法玩 好 等一下我剛剛 我剛剛 等一下現在 為什麼兩個都被封啦 欸 金秀賢 等一下金秀賢他到底是 他到底是猛將 還是豪傑,我記得他好像是猛將 等一下,打我冰寶一下 OK 好,現在打他冰寶一下 我現在風水特別高 有可能會笑 因為蟑螂化身 的話,如果覺醒三界富人二的話 這個風水還可以再加9 所以現在 風水的話是44 好了,我現在要打血澳呆了 打他 好,7554 然後,他水防有撐,他水防有撐 所以我剛剛打他的話,其實不太痛 剛剛打他的話才5000多滴 不過如果說我加真劍的話 這個傷害應該就會高很多 對啊,金秀賢的話他在猛將 他剛好放盾甲 好,這個是右手邊身甲霸單系 這個金秀賢為什麼一直維持這個5G風作的狀態 好,不過他被封的沒關係 他是猛將 弟弟,你不要 不要用玩那個破了 我跟你講,那個一定會被媽媽打屁股 我跟你講 那個很貴 那個是泡茶碗的 不要用 欸,金秀賢是不是也有閃彈 閃彈的化身啊 剛剛他閃彈好像打 哇 這個許浩帶一直黏著我 一直用連環打我 我跟他 我跟他問一下好了 看他要不要打這個 這個什麼 欸,這個是叫什麼場 忘記了 競技場,競技場 虎威鬥技 邀請他一下好了 邀請他一下 打這個比較正式啊 這個才是正式的PK 競技場虎威鬥技 好友對戰 然後許浩帶勒 許浩帶在哪裡 許浩帶 奇怪,我覺得我應該要把他交愛心 因為蠻常在 線上跟他聊天的 等一下喔,沒看到 許浩帶 葉書華,派達星,刀鋒 看到了 邀請對戰 邀請對戰 好 等他接收啦 等他接收 不行啦 不行不行 好像不行喔 可能要在這邊才可以 我跟他 我跟他 我跟他講一下好了 進一場打一場 進 進 場 一場 進一場 一場 等一下喔 希望大家剛剛在跟金秀賢打 我們邀請這個國中生跟他打一場看看好了 他們軍團很強耶 他們 他說好 他說打助英文 他打助英文 好 那我現在邀請他 其實我覺得 競技場的話應該是可以點這個玩家的ID 然後就直接邀請對戰戰會好一些 因為 如果說你還要在點這個的話 有些時候你要找蠻久的 許浩帶向我發出邀請 他 蠻快的 速度蠻快的 OK配對中 好 要贏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現在血量蠻高的 而且他目前輸出也無法一下把我帶走 好了 直接進來了 這個改的 不錯 以前的話還要再點一次確認 好現在倒數8秒鐘 倒數8秒鐘 他小兵應該都是黃兵 那我的話只有一隻是黃兵 我要把他秒三應該沒有什麼多大問題 OK 我剛剛忘記先放真鏡 我剛剛進來才放真鏡 太慢了 再一場再一場 我剛剛那個 對啊沒有沒有先弄好 再一再一再一 哎呀 我怎麼會回來 對對對 趴的話就回來進行 我剛剛講一下再一再一 我剛剛沒有用好 再一 再一 再一場 也不知道贏的話是不是也回來這個 衝生點 我剛剛有螞蟻螞蟻在我手上跑把他吹走 我剛剛講在一場 請他邀請我 呃在這邊 好 弟弟我跟你講那個碗很貴喔 那個是媽媽的泡茶碗 你用破的話他一定會打你屁屁喔 你先你先不要去碰他 你去玩你的螃蟹殼就好了 好了我現在要真鏡了 我現在要真鏡了 好 我現在打的話是沒有傷害的 不過他血沒有滿耶 看得起我還是看不起我 好沒關係 我先封他 不行喔 不行不行不行 天啊我輸他餒 我竟然會輸他餒 天啊武器逢咒死法術太慢了嗎還是要靠必殺嗎 天啊怎麼會這樣子 輸給他兩場耶 再一場好了我就不信 再一場再一場 再一喔再一再一再一 再一 天啊竟然一直輸耶 再一場再一場 我剛才講講再一場 我待會打完之後啊就要去打赤壁之戰了 赤壁之戰也是要打 因為我現在滿缺成癒 我現在身上一顆成癒又沒有了 好我剛才已經把這個捲點三千負能2給他搞上去了 現在已經沒有成癒了 好再一場再一場 奇怪了 如果說這樣子還輸的話 那代表說還是有必要去搞一把攻擊力比較高的攻 不然的話 這個技能的施放速度還是不夠快 如果說單挑的話沒有什麼勝算 我沒有什麼勝算 我放完的時候他其實已經打我一半的傷害了 好 OK 好他現在小兵也放出來了 天啊他拿攻 好 我這樣沒辦法打跑打 沒辦法跑打 不行不行不行 欸我贏了呢 天啊我竟然贏了 天啊我竟然贏了 贏了我沒辦法 哎呀 弟弟 小心喔我跟你講那個破了你一定會被罵了 他說什麼 爛技能 他到底剛剛放什麼 我也不清楚 他剛剛放什麼技能 問他一下好了 你放什麼技能 你放什麼 你放什麼 他為什麼說很爛 我問他一下好了 他剛剛應該是在測試他的新技能吧 所以才說如果說他單純放必殺的話應該 是不太會輸的 好他要打戰場 那我也差不多要打戰場 我去裡面待命 去裡面待命了 好 我們今天的話是這個 吳果 吳果看一下有沒有 比較強的高手在這邊 好像沒有 好像大部分都是 哎唷 金秀賢 好那這樣的話 這一場應該是妥當的 學校帶說他剛剛有放 什麼預進還擊 他有學謝金還擊喔 對啊 有可能那招還沒有實裝吧 或者是 他說不要吞 他跟我講說不要吞喔 不要吞 所以我打敗了有吞謝金豪傑的這個豪傑的 好吧那我要轉心打戰場 我先進入到這邊 先進入到這邊 好我先等一下福利 因為我 對啊 我要顧我小朋友 不然我覺得他待會 一定會把我 老婆的那個碗給他打破了 OK 掰掰 掰掰